为什么男人眼里看不见家务 因为男人相信一个系统还能跑就不要动他 打扫中的扰动会破坏本来稳定的系统 产生不可知的bug 有多少次女人因为太自信 把原本能用的东西清理后变得更不好用了 只能买新的 辛苦擦了空调 结果扫风开始出现响声 擦了路由器 网速突然变慢 很多被收起来的东西用的时候反而找不到了 而很多东西看似很乱 其实一切都在最容易找到的位置 所以男人知道不要手欠 别人写的程序能跑就别优化 家里面的环境能住就不需要经常整理 男人不像女人生活必需品那么多 大部分男人单身的时候 屋子里没有化妆品 没有零食 没有小饰品 甚至没有洗面奶和浴帽 卫生间就一卷手指 哪怕成家了 只要家里没孩子 你给他台电脑一张床 出门一个礼拜回家会发现 除了水表转了 其他家里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地上的灰尘会有明显的路径 床 厕所 电脑 三点一线 吃饭有外卖 吃完下楼一征 家里还能有啥家务 要是没人管 男人回家能衣服都不换 外衣穿到睡觉前 脱了直接钻被窝 所有的消耗品就是牙膏 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手指 所以男人绝不会定期打扫家务 只有当他们碰巧发现 灰尘和垃圾已经累积到了质变 无法忽视了 才会开始打扫 比如洗澡到一半 突然发现厕所好脏 然后开始清理厕所 网速太慢 重启路由器之后 突然发现 拿拖把打扫桌子下面 紧接着就是擦机箱 清理键盘缝 吸鼠标垫 擦显示器 彻底大扫除一遍 但下一次清理 也许是半年 或者更久以后 至于平时 所有家具昨天是那样 今天还是一样 没人碰为啥要做家务 至于常用的东西 整理了又要用 何必要整理 这种突击性的大扫除 在时间的利用率上来说 其实很高效 同时也彰显了生活的个性化 与随机多样性 这种突击性化